歡迎大家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跟大家講講 大家報紙、電視都看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那件事的來龍去脈 不過我也想跟大家深入些 分析一下其中發生的事 我們講的是去年2021年在元朗掛旗 在登署掛了國旗的事件 原來掛完之後負責的單位 就給盧政署開張單 收錢收14萬 找到有沒有搞錯 但是記住一件事是去年的事件 最後就找了錢 不過給了那些團體當然不太順 屈永賢寫了一篇文章 解釋了這件事出來 講完出來我都在群組裡 我在什麼群組裡呢 就是資深傳媒人協會的群組裡 看著屈永賢寫了這段文章 接著大家挖然 挖完之後 我們的理事長就沒得頂 立刻兩下手勢 就寫了一封信 就說我要拿去特首辦 大家有沒有意見 大家立刻說寫得好 沒得頂 本來晚上大家講的是做這件事 終於昨天已經傳到特首辦 傳到特首辦之後都頂快 今天看報紙就知道 老政署出來說回水 回14萬給團體 其實掛國旗 尤其是大喜慶的日子 為何政府要收錢 收的費用 是否合理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為何香港 在大喜慶的日子 十一號七一 即是習主席來香港 為何我們不是見到 旗海飄揚一片 為何呢 當你明白了這個問題之後 你就會知道 原來其實是否從中政府 政府或上屆 前一屆 再前一屆 歷屆政府 都沒有什麼做事 所以搞到香港 沒有什麼見到旗海飄揚 你在內地 你經常見到 一定是旗海飄揚 北京 譬如你十一 真的到處都是國旗 你去美國 你周圍走走 你都見到很多美國國旗 大支的 很巨型一支 你去別人獨立屋 自己都掛很多人掛國旗 都做的 但為何香港那麼少呢 我講講給大家聽 這件事 雖然是解決了 即是回彩 但我們分開兩方面講 為何香港 不見其海飄揚 國旗很少見 但其實我們有國旗法 國旗法定明 有一些機構 或者地方 例如禮賓府 一定要掛旗 除了這些之後 就沒有提 你要掛可以嗎 我不知道 可能又是有些不成文的事情 令到你不敢掛 或者做其他事情 所以香港是很難的 不過掛旗 是不是很簡單這樣掛呢 其實又不是 因為其實都挺貴的 其實你大概在電燈處 即是交叉 即是掛左邊有一枝 兩枝旗 掛在那裡 一些奔廷 掛出來 其實費用是多少錢 旗就不貴 即是你在大陸 淘寶買 即是幾元 幾元就買到 因為一點都不貴 即是國旗分開 1、2、3、4、5、6、7、8 即是分開了 那麼 那麼 Number越細 那些旗越大 最大的 那些 1號旗 就是你要找一枝 要找一枝 旗桿 是15 至18米 那麼高 你才可以 即是拉上去 即是可以掛在那裡用 即是它全都限定了 即不是說你隨便 找一枝短短的 掛一枝大旗 完全不是 但是很多伸縮型的旗桿 如果你要遊行的 你拿著一枝國旗 其實你又可以 即是伸縮型 拿著一枝國旗走 其實淘寶又可以看 幾十元支 但那些已經很漂亮 又已經是納米 又已經不脫色 又防曬 又防水 即是很棒 在這裏 其實我們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市民想在公眾地方 即是掛國旗 十一 其實有沒有費用 我們今次看到一些事情 原來聯朗區議員 鄧榮耀解釋 他說當日政府 盧政署收他 就是 檢查費 每一枝棋 就是六元 檢查 他們掛了一千二百一十四枝國旗 就可以掛二十日 總共要給十四萬五千多 另外申請費是二千 一千九百九十 總共檢查費 就是大約一百二十元 就是二十日 據說 如果 如果 掛國旗的成本是多少錢 五百四十多元 其實掛國旗你要明白 你找工程車 要升降工程車 上到去 然後你掛好旗 你之前要找很多移工 幫你套了旗進去 做了些事情 計算一條數 那些是不收錢的 那些是沒有錢收的 但你買一枝棋 其他方面 就是一千多枝棋 你要花八十萬 政府收了你十四萬 那你貴不貴 其實我要問 第一句要問 就是講了背景給大家聽 就是說 第一 政府收費 是否合適 我明白 你說你掛了國旗 那你倒轉了掛 或者你有些什麼 催爛了 有人要看 我也明白 但是每一天去檢查 是收你一枝棋六元 是真的 通不通 當然 不是你找公務員去做 你有個負責的 contractor跟你做 即是你計算一下 如果你二千之期 即是地方 都很大 二千之期 那要多少人去巡査 一個人加司機 駕駛一架車 你告訴我 一日一支旗6元 二千支旗12000元 二十日24萬 剛才我講過 一日巡一次 一架車一個人 你找的士也可以 你收多少 24萬 我的問題來了 究竟是一個contractor收24萬 但政府收24萬 然後付多少錢 政府為何要賺這些國旗費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盧政署 我覺得也要解釋出來 說為什麼 第二 什麼掛國旗 不是應該政府做 這個民政局 大家要明白 盧政署屬於運輸和物流局 即是管路 管登署 但掛旗應該是民政局 問題是 可能都是大家 十一或其他大喜之日 即是國興日、大喜之日、七一、回歸等 究竟我有沒有budget到呢 如果沒有 為何你不budget 為何你不給錢 老實說 你買國旗回來 掛完一年 第二年又可以用 政府有倉 香港 為何我們不是被人看到 香港 是國家的地方 為何不是很多旗海飄揚 一片紅海 為何我們不做呢 我解解給你聽 為何 話說幾好幾年前 有一次 跟一些高官 都幾高的官 聊天 我就說 其實香港回歸了這麼久 為何我們不宣示給民眾看 其實國旗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第一 讓人知道 你的地方 你是所屬 是哪個國家 是否應該擺出來 因為你不相信 你由灣仔一直坐車 去中環 你看到除了人民解放軍 那個天馬艦那裡 有國旗之外 其實地方都沒有什麼國旗 即是見不到多少 為何不是多些國旗 我說其實 可不可以做多些 例如 我說 掛多些旗 例如 搞 例如十一 如果有什麼遊行的時候 是否可以國旗飄揚 很多人拿著國旗來 走呢 當時的高官答我 不要搞這些事情 是不是 那個心態 基本上 是不想做 為何不做呢 我不是說 這樣有什麼害怕 很難說 你刺激人 其實簡單 香港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為何我們表示 我們這個效忠 為國旗而驕傲 大家不要搞事 可能大家都想 你看看 2019年的時候搞得多亂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拿一支英國旗出來 遊行的 你又永遠不會出聲 但是拿一支中國國旗出來 你又要收錢 那你又是否離譜 我希望 這件事 國旗 退款 叫慾告一段落 但是 是否應該 盧政署都應該審視一下 第一 第二次如果有申請掛國旗 我當然說一說國旗 我不是說你 有間商業掛些旗出來 那些你又收錢 那些收錢 我沒有人理你 但是 你如果你是國旗的話 是否應該不收費 你有contractor 你是不是應該 吃了費用去巡查這件事 也都見過 有些旗是掛錯了 你是不是馬上知道 又不是 原來你收六元一日 但是那些人 又有沒有去巡查 又有一個問題 這裏第一件事 就是 是否要改變 第二 民政局 是否應該重新考慮 我們在喜慶的大節日 例如十一 是否應該政府 都應該去負責 掛多些旗出來 即是兩個局都應該去做 當然我覺得 上年發生的事 上年的事 當然 現在新任的 運輸及物流局 林世雄 其實未上任就中了槍 算是不幸運 不過無論如何 我又覺得當日 你說高官知不知道 老實說 可能SEO大筆一揮 已經說收錢 就算數 又是回到那件事 政府 總之是恩秦 做開就照做 沒有人敢做其他事 但我覺得 這件事 告訴我們 我們香港應該多些日子 旗海飄揚 而這個責任 是如果民眾願意擔起它 或者我們區議會 應該負責做這件事 就是問政府 批錢做這件事 政府不應該收錢 第一 第二 政府應該先協助他們做事 第三 政府應該有一個 不需要立法 但政府一定要有一個想法 即將來香港要多些日子 讓市民知道 旗海飄揚下的香港是怎樣的 這個我覺得 這一屆政府是可以做的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